吴佩慈的未婚夫出世了 吉小波被定性为恶势力团伙首脑 在2008年至2021年期间 以继某某为首要分子组成15人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在北京等地多次实施组织招揽公民赴境外赌博 寻衅滋事、非法入侵住宅 催收非法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姨妈崔丽梅被判入狱8年6个月 其他人一年至7年不等 吉小波被另案处理 消息传出来的第一时间 大众有点惊讶 但不太意外 因为早在2018年时 就传出吉小波的相关新闻 一位财经博主爆出吉小波在香港被抓 不过后来被吴佩慈辟谣了 吴佩慈称对他们一家人长期的不实报道 不再容忍 以正式起诉 几天之后 就晒出了和吉小波的合影 告诉大家他们一家人好着呢 不仅辟了谣 还宣传了一波吉小波和他妈妈造的八星级酒店 不过这件事多多少少在大众心里留下了一点影子 之后也三五不时传出吉小波生意亏损的新闻 吴佩慈同样辟谣 到如今 吉小波真出事了 网友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毕竟澳门那边靠赌发家的 已经倒下了安以轩的老公陈荣烈 相比较上次安以轩的新闻 网友冷眼看热闹 这一次吴佩慈未婚夫出事 网友态度有点微妙 说不结婚的吴佩慈是最大赢家 钱他拿了 但风险不需要他担 回想起吴佩慈这一路走来 从娱乐圈边缴女艺人进阶成豪门未婚妻 可不就是够精明 在台湾闯荡了几年 不说有多么大的成就 更响亮的标签 是和大小S组成的七仙女姐妹团 大小S 范伟奇 范小轩 吴佩慈 阿雅 猫基尔 七姐妹常常一起聚会 那感情好到有多好呢 猫基尔在节目上说被陈建州亲过 吴佩慈也被亲过 猫基尔还问黑色惠美媒应该都被亲过 可见姐妹的家人也是家人 这感情一直持续到现在 上次汪小飞说大S有吸毒 吴佩慈出来帮大S 称大S有癫痫 不可能吸毒 有一群好姐妹在身边 感情生活上吴佩慈也很会跳 2008年11月 吴佩慈与马来西亚籍富商Peter Chen 在飞机上相识 之后交往 2011年吴佩慈与Peter Chen分手 之后吴佩慈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吉小波 吉小波对他展开热烈追求 很多人知道吉小波是富豪 但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 资料上写着是香港人的吉小波 有媒体报道他其实是东北人 早年出来的时候 带着一千块就在东北打拼 做过工地生意 经营过PTV 之后吉小波和他妈妈崔丽杰 靠着做房地产和放贷 赚了一些钱 但真正发家是因为做叠马仔 什么是叠马仔 就是赌场的中介 给赌场拉客人 拉到了就有用金 吉小波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中介公司 叫恒生 叠马仔除了用金赚钱 有船还有放贷以及洗钱 赌场有多赚钱 大家都知道 数额高到你我平民小百姓 想都想不到 2012年 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玉 在澳门赌场内 一夜输光了10亿港元 2017年金利董事长刘立荣 应赌钱输了十几亿 动辄以异为单位流动的赌场 吉小波当时开的恒生中介公司 据说一年过手的赌额在5000亿港元 数额高到下人 2013年吉小波操控的恒生要上市了 吴佩慈跑出来哭了一番 说辛苦赚钱的苦日子到头了 以后有人宠他照顾他 他连自己身上的心形 和多少钱都不知道 当然这个福不是一般人能想 吴佩慈刚刚生投胎 孩子三个月大 影儿和吉小波的亲密照传出来 后来吴佩慈和吉小波回应 是陈年往事 显然是不想再多说 结果影儿发了条微博 说我和灰太狼合影 明天我会不会也成了灰太狼的小三啊 除开这些之外 吉小波还时不时传出 包养什么意大利辣妹 以及和圈内女星传出绯闻 但身经百战的吴佩慈早已习惯 并不在意 从2014年到2020年 六年间剖妇产 生下四个孩子 两儿两女 虽然生了这么多 但两人一直没领证 王思聪给取名单亲妈妈 当然吴佩慈依旧不在意 结婚之后 他主要做三件事 一 宣布退圈 之后一胎一胎地生 二 尽情秀豪华生活 上节目时 细数自己的行头 54万的爱马仕 8000块的护照家 还有吉小波送的肖刚表 过39岁生日时 也是无比奢华 各种贵重首饰 金灿灿的皇冠 米其林星级大厨 把6000元一斤的白松露 当成花瓣撒在他的身上 也成为了一波骚操作 这不免让人想到 大S宣布离婚时 去餐厅让服务员上白松露 说他不喊停就继续跑 最后大概吃了9000块 让湾梅大感震惊 说大S独享 好姐妹一对比 吴佩慈确确实实跨越阶级 要知道 最高峰时 吉小波的身家达数百亿元 最重要的是 当时生了三胎 婆婆送给他2200万人民币的钻戒 媒体铺天盖地报道 说吴佩慈收礼物收到手软 至于第三件事 就是给未婚夫吉小波 宣传他的事业 吉小波当时除了开中介公司 还入股了一个投资公司 叫家园投资公司 这个公司 说是和某资本大佬关心利器 以及担任天行国际的执行董事 和行政总裁 2014年 天行国际51%的股份 被华融境外子公司 华融国际收购了 但2018年 华融出事了 原董事长赖小民被抓 涉案钱财超20亿 集团的三名高管也被免 大树被拔后 作为曾经的台面人 吉小波出现在了各个金融版面 不过可能是他闪得比较早 2013年2月就辞职了 所以2018年那次 没受直接牵连 而且吉小波很聪明 不会绑在一棵大树上吊死 所以他自己开赌场 2014年 吉小波拿下太平洋美国领地的塞班岛 成为开发商 投资241亿元打造太平洋娱乐王国 自吉小波拿下了塞班岛的开发权以后 吴佩慈经常在微博上宣传塞班岛 单单靠个人宣传影响力太小 也会拉一些圈内明星来宣传 颇有张婷做微商请明星们宣传的头脑 如果这样还不够 那就造一个更大的事 2017年12月 塞班国际电影节在塞班岛举行 这个电影节就是吉小波赞助 在联合主办里 有一个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 就是吉小波的妈妈 塞班国际电影节名字很高大上 其实是2017年刚刚创办 以国际A类电影节为标准打造 目标是做纪嘎纳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之后 又一个新的海岛电影节 原本这是吉小波的一个宏图伟业 人间及乐天堂一旦建成 就会网络一大批亿万富豪 资本大佬和超级前客 日后将会和拉斯维加斯齐名 但度假村酒店的落成遥遥无期 而且吉小波的公司 博华太平洋盈利能力也大幅下降 贵宾博彩业务收入 同比减少52.89% 至于减收的原因 人们推测是太依赖贵宾客户 而大部分贵宾客户来自内地 香港 澳门和韩国 那几年 社会风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8年 吴佩慈虽然否认吉小波被抓 但资金链可能确实出现了一点问题 当时吴佩慈把吉小波 赠给他的三亿豪宅抵押了 几个月后 博华太平洋跌到了0.01港元 成为仙谷 人们称博华太平洋便伤心太平洋 比这冥冥之中更冥冥的是 当时有网友说 如果吉小波破产了 吴佩慈如何承受舆论压力 如今一语成衬 到今年再看到吴佩慈的相关新闻 是两人被告上法庭 并被贴追债海报 称国际级大老千 之前传吉小波被抓或者欠债等等 他都会跑去打官司 坚决维护未婚夫的名誉 说自己快改行当律师了 只是如今 未婚夫被通报是恶势力头子 他一生不吭了 有人朝吴佩慈 没领结婚证 总有人反驳说 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 你领了你就幸福了 残酷的生存真相 把普通人逼到极端的两头 总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 觉得不管白猫黑猫 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